你永远都不知道你有多幸福多幸运 现在来告诉你几传数字你就明白了 在这个拥有75亿人口的地球上 平均每天有293542个人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全世界至少有175万的患病者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或许医院就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站了 世界上的战争没有一刻停歇的 每天至少有8000万人被战争包围 疲于奔命与死神赛跑 这个世界上有超过15亿以上的人口在温饱县以下 他们正在为一日三餐发愁 为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而拼死拼活 据不完全统计 全球每年约有4000万人因为饥饿而死亡 在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也有20亿到25亿人口不得不面临贫穷 其中40%以上的人口每年添不了一件新衣服 一年吃不上一顿肉 有2.8亿人在风餐露宿无家可归 如果你不是他们一样的生活 你就已经比很多人更幸运更幸福了 全世界有1200万人失明 各种残疾人加在一起4300万 对他们来说看得见五彩缤纷的世界 听得见大自然的天类抬得起头 弯得下腰走得都路上得了楼 说得出话 无疑是神仙一样的幸福 跟他们相比 真的不知道有多幸福多幸运 世事无常 人生短暂 慎言善行 知足常乐 不要让势力离失了双眼 不要因为小小的挫折而丧失了信心和斗志 不要坐在金山上说穷 不要躺在幸福中不知晓 埋怨生活的不公 人生第一要素是健康 第二要素是平安 第三要素是快乐 第四要素是幸福 接下来才是衣食住行 亲情 友情 爱情 金钱 地位 名誉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 无家可归者 颠沛流离者 妻离子散者 痛不欲生者 还有刚出生就夭折的 以及无法想象 无法统计 他们都还生活在苦难灾难和磨难当中 和他们相比 如果你还有知己 还有朋友 还有同事 可以说话 旅行 喝酒 游玩 还有父母 还有妻子 兄弟 姐妹 可以亲情相伴 坐拥天伦 你真的应该知道 你此刻是如此的幸福和幸运 快乐和知足 还有什么理由 不好好活着呢 不加倍 珍惜和努力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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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